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有几个工具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常常使用 比如说这个心旺爱的这个圣经 那我把它给弟兄姊妹稍微多看一下 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我 因为我这边得要同时做两个 看得到吗 没关系 我们就以这个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新约保罗书信概念为核心 那我们这一卷书之前交了一点点 还没有交很多 然后有一些事情耽搁了 当然也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好的安静在主面前也是很好的 那关于这个保罗的书信 那我是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来学习 那特别是在这个保罗书信的这个整个的比较上面 从罗马书开始 有许多的话语 我们都要进入 那在这边的话 我要跟弟兄姊妹也要分享一个 就是关于保罗书信的这个核参的事情 核参的话是指说从 这个 你的网路不佳不佳 你的网路不佳 这个合参是指说从罗马书开始 一直到菲利门书这十三卷 它的平行经文 其中有哪些地方彼此是有相关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所有同学 全面的了解新约保罗书信的背景 它的内容 还有它的审学的意义了 那再回到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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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容上面 就是 关于啊 保罗书信啊 我们要对保罗这个人 要有很多的认识 也要对他的一生的行仪 就是他的所行走的路程 还有他的工作 也都要有 彼此啊 都要有一点 概念啊 那 应该就可以了吧 好 为什么 你们那边 就是 后方 然后 那个 雅各 现在你那边是上电视吗 还是没有 雅各 不太清楚啊 老师呢 对 现在的话是 你们现在是 哦 还是不行 喂 老师 现在是 只是录制 只是录制 但是却没有那个直播 对不对 好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就开始了 在这个 经文这方面 我是很希望 弟兄姊妹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多有深入 比如说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在 保罗的书信上面 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他有一个 这个开头的问候语 开头的问候住院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仔细看 从罗马书开始 罗马书开始 你看到那个 耶稣基督 的仆人 保罗 罗马书一章一节 他说他奉召成为使徒 对不对 特派传神的福音的 后面的话 写很多 但他 你去看 他平行的经文 在灵前 一章一节 也是一样 奉神旨意 蒙召作 耶稣基督使徒 使徒的保罗 同弟兄 索提尼 写信给在 哥林多 神的教会 然后呢 你再仔细看 到灵后一章一节 也是如此 奉神旨意 做基督 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弟兄 兄弟 提摩太 写信给在 哥林多 神的教会 并亚盖亚 各辩处的 这个众神徒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那你到这个 加拉太书 你又发现 做使徒的保罗 和一切 与我同在的 众弟兄 写信给在 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会平安 从神 父神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到以弗所书的时候 你去看 你又发现 他说奉神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有没有 他几乎每一卷 都是这样 写信给在 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 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 那在 菲律比书 里面讲说 基督耶稣的 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 凡安住在菲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 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愿恩会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类似这样的 这个 堆叠和平行的 经文 相当丰富 到哥罗西书 他说 奉神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和弟兄 提摩太 写信给 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 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会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 归于你们 你看 好像听起来 除了他的受众 有些写 哥林多 有些写 哥罗西 有些得以佛索 这个是不同的 但是写信的人 通常就是保罗自己 加上一个什么什么人 是共同的概念 就是 同心和义 和两两互相服侍的概念 那么到贴前 保罗西拉 提摩太 不是两个 可能会更多 写信给在 贴撒伦家 在父神 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会平安 归于你们 贴撒伦家后书 保罗西拉 提摩太 又是一样 写信给在 贴撒伦家 在神 我们的父 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会平安 从父神 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好 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说 奉神旨意 照着 在基督耶稣里 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我 亲爱的儿子 提摩太 有没有 愿恩会 怜悯 平安 从父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好 在提 提摩太前书之前 都是写给教会的书信 要么在 贴撒伦家 要么在哥林多 要么在罗马 要么在 加拉太省的 众教会 对 那到 提多书 提前提后 多门来亚的 那个 这个 费力门的时候 他就变了 写信给我 亲爱的儿子 提摩太 写信给我 真儿子 提摩太 那是给人 这个是 教目书信 那么 提多书的时候 他说 神的夫人 谁啊 耶稣基督的使徒 保罗 凭着 神选民的信心 信钱真理的知识 套望 那无谎言的 神 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时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 显然这个 提多书的写法 跟 其他写法 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传扬的责任 是按着神 我们的 救主的命令 交付给我的 现在呢 我要写信给提多 有没有发现 他前面的 服语啊 这个非常非常多 形容 他是 在什么样的 状况之下 写信给谁 写信给一个人 是提多 提多是谁呢 就是照着我们 共性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会平安 从父神 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 回于你 好 到了 腓立门的时候 他说 为着基督耶稣 被求的保罗 同弟兄 提摩泰 写信 给我们 所亲爱的 同工 菲利文 还有妹子 不是只是 写给菲利文 妹子 亚非亚 并与我们 同当兵的 亚基布 所以他写信 给个人的时候 不是只有 写给 提多 提摩泰 还有 菲利文 亚非亚 以及亚基布 但是呢 在这封信 是很特殊 他又多 写了一句话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哪一个呢 这个就是 在 提摩 这个 菲利文 书的时候 有特别的一个 指称 是跟 这个教会的 书信 这个要 联合在一起 哥罗西 加拉太省的 这个宗教会 就等等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 很快了 我们看到 保罗的书信 他那个结构 很明显是有一点关系的 有一点关系的 那 他的住院 他的问候 他也不是说 只是在 一卷书的一开始 才有住院问候 他有时候 写在后头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 在这个 在 罗马书 里头 他就有写了很多 住院的话语 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 蒙年明早 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是谁啊 就是我们这些啊 被神所呼召 不但在犹太人中 也是在外邦人中的 这很好啊 是不是 很多都是啊 你们要做神福音的祭司 要献上外邦人 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那 这个都在 那个罗马书本身 就不是只是在开头 有住院 在后面也有 那 唯有神能够照着我所传的福音 并传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着永古隐藏不严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而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啊 是借着永生神的命 借着众先知的书 启示 也只是给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的啊 所以 我呢 则是啊 把我从母父分别出来 诗恩给 招我的神啊 他 将他自己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所以叫我能够把 耶稣基督传扬在外邦人中间 那 你可以看到 反倒 看到我是怎么样来服侍书的 就如同主啊 委托我 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 好像那彼得啊 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一样 这个是加拉太书当中这样说的 那也提到 也彼此的鼓励啊 我要将万事当作奋徒 因为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奋徒 为了要赢得基督 这是菲利比书 那使我认识基督 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病 晓得与他一同受苦 模仿 效法他的死 或者呢 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是菲利比书 这些经文当中都有 常常有很多这方面祝愿 大灾境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参与 被天使看见 被传为爱邦 被世人所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有没有 所以你们都要纪念 耶稣基督啊 就像大卫的后裔一样 是从死以复活的 正和我所传讲福音 这是提摩太后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祝愿的话 那都是很完整的 也是平行经文 是散布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所以你去看保罗的生平的研究 将他的书信呢 这个时间背景深入了解以后 你就发现 其实他的书信 有时候写给这个加拉泰 有些人写给提摩太 有些人写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 有些人写给哪里 他好像感觉起来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但实际上他的 启示性的真理 还有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 激动啊 负担的意象 其实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来 研读这个书信啊 就会有更多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也很希望 弟兄姊妹啊 能够深入来把握这些 新约书信的核心信仰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呢 要借着这个一些 新约背景的一个介绍 能够啊 对这个 神的话语啊 又产生了一些 更清楚明白 透亮的概念和关联 那 好 我在这边呢 我都很希望啊 弟兄姊妹 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能够来 我是想啊 教你们怎么样来去查读 查读这一类型的这个资料 一面呢 圣经的资料 你要学习查读嘛 但是呢 这类型的话 就是说其实在网络上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 那么现在呢 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 其实日新月异啊 那这个 已过的大概三个多月啊 现在是四月份嘛 今天是四月二十三的 好快啊 那么已经有三四个月 全世界的这个 人工智能的发展啊 这个是一个到达一个好像紧喷的一个现象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 在这个环境中 我一面要感谢神 让我们呢 有更快的速度啊 能够了解神的话 但是啊 另外一面 我也是 谨慎小心 这个 以免啊 这个 落入的这些很多的陷阱 而自己不自知 所以 一面啊 我是 很希望 弟兄姊妹能够来学习 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些话语 怎么样来准备 使得到 但另外一面 我更是希望 弟兄姊妹要学习 在圣灵里面 查验 因为即便是在保罗的时代 也是要求我们要懂得查验 这些话是不是出于神 但因为绝大多数啊 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啊 所以 要跟你们解释啊 又 解释很久 但基本上啊 因为 现在的这种AI 他 即便有错 那也是 这个 你 也很容易看得出来 那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办法看出来 所以 我在想 用以前的这个谷歌啊 或者是 中国的百度啊 还是可以 找得到一些基本的资料 因为这些基本资料 只是背景的介绍 比如说 新约背景 的这个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 犹太教的背景 希腊化 和这个罗马帝国 对新约的影响 还有这个早期 基督教的发展 传播等等啊 这些内容 是属于综合性的内容 我们到时候 6月13号 14号 你们那边是14号 早上 因为早上的英语区啊 他们可能要占 大概接近两三个小时 他们是从五点半开始 大概到八点 才可以转到你们手中 那你们的话 有六个小时 所以 这个每一个人的话 都要事先要预备好 那 讲到这个新约圣经 我们都知道 是神的灵 来感动他的使徒们 所写成的 后来呢 经过初期 初代教会的收集 公认 这个认定了以后啊 才成为今天的新约圣经 其实 早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 那时候就有所谓的经上说嘛 就是圣经的存在 但是那个圣经呢 确实是属于啊 摩西和先知书 先知书上所说的 或摩西的律法所说的 或者先知书和诗篇啊 就是摩西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 所谓诗篇啊 就不是只是诗篇本身啊 博士 真传歌 这些都算啊 它是属于圣券的这个范围 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有所谓的旧约 但是有没有权 还不一定啊 但是基本上都已经存在 只是被认定为什么正典的时期啊 反而是在新约正典之后才开始 那么旧约呢 是基于神与这个摩西所立的约 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20章到24章 生命节28章到30章都讲的 这一套律法是总结了神的圣洁 总结了律法制约 行物约制约等等 是以意为标准的啊 那人必须要严格的遵行这套标准 持守 才得以进入神的救赎计划 那但是 实际上旧约 却把这个人实在是不能真正的得着 这个凭着行为成就 所以啊 他讲到神的实行啊 救赎啊 还有他特殊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不是只给犹太人的 也包括给外邦人 而新约就是接续这样的一个约 成为叫旧约的实行和实践 这个完成啊 那完整的说明了 神救赎计划的 他是怎么样完成 因为啊 旧约的约是凭靠着人的行为 牛羊 除歌这些的这个 寄生的物 来去做赎罪的 但新约的约 却是以全然公义的神的儿子啊 耶稣基督自己 他的血更美之约 来启示神的自己 所以神既在古时的时候 他是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而在今日呢 却是在这末后的时候 借着他儿子 耶稣基督来小欲我们 这在啊 希伯来书里面有题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哈 就是说 新约都是程序的旧约而来 而他是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留的保险而定立 那耶稣自己 在圣经里面也 路加福耶二十六章也说 他在共度那个 余夜节的晚餐的时候 饭后他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的流出来的 所以神救恩的计划 一直到耶稣基督 他自己亲自为我们死 展开了新的一眼 那所以新约不仅仅启示 这位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也就是那位要来的 弥赛亚救世主 而圣子 耶稣他赐福给所有接受 这个凭着信 来接受这个启示 叫我们因信得着成义 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现在这个约 跟旧约的行为之约 律法的义的约 不一样 而是信心之约 恩典之约 应许之约 这是新约的背景 跟旧约犹太教的 那个背景很不同 那我们现在看到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圣灵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使徒们 还有这个新约的作家 作者们 都将神的启示 借着文字的方式 启示出来 那借着后来 出来教会 阶段性的收集 公认之后 成为成就了 新约圣经 而新约圣经的内容 非常非常丰富 主要的内容 有四个重点 那么讲到 耶稣基督 他的生平 身份工作 他的所事所做 他的使命成就 他的在 这个都是新约时代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就要看到 耶稣基督的 西亚普 耶稣基督的来由 是如何的 然后后来 还有另外一面 就是讲到 境迁的团体 这个教会 神的教会 基督教会的成长 诞生 这个被称为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身体 这整个的团队 团体 都是要将神的使命 能够在地上实践出来 这整个的组成分子 就是信徒 而新约 特别强调 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阐释 和有这些信徒的生命 生活有很多 完整的教导 叫人 不再做 属世的人 能够再做 属灵的人 好 在圣灵的工作上面 也是新约时代 特别的一个背景 就是 整个圣灵内 住在信徒当中 不是只是 知识型的内容 而是要 生命 圣灵 整个的引导 感动 督促 责备 信徒 然后 所以呢 信徒 能够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是圣灵的工作 在最末了 新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内容 就是讲到 末世的计划 末世的预言 达到最后的启示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犹太教 希腊化 和罗马帝国对新约的影响 因为这个部分 讲到两约之间的历史 两约之间的历史 那两约之间的历史 在旧约的时候 旧约福音 旧约 这个全书 最末了 是讲到 主前大概400年左右的 马拉基 先知马拉基的时代 结束之后 就突然安静了 400年之久 四年 40年 400年 84年 不简单 是一个很完全的 一个试炼的试探 神不与人同战 然后一直到新约 耶稣基督降世 大概主前四年左右 好 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 到新约福音的第一卷 马拉基福音 讲到 耶稣基督的诞生 其中隔了 大概400年左右 这一段时期 我们称之为 静默时期 因为几乎没有先知 也没有所谓 神明亮的启示 你可以看到 在 萨姆尔记的一开始 这个 这个 这个萨姆尔 陪的这个 劳以利 祭司 劳以利的时代 因为他们对神的 不够尊重 这个 放任他的儿子 能做的一些 不合一的事 所以当时的 神的话语 稀少 耶和华的店里面的灯 就快要熄灭了 但是那个还是 还有话语 只是稀少吧 但这400年是 完全没话语 李伦子梅 没有神的启示 所以在政治上 反而成为一个 最不静默的时代 因为没有神的 这个代理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历史上面 两约之间 总共有几个 重要的时期 分类 第一个时期 因为这一段 都跟波斯文化 从巴比伦时期 然后到波斯 然后到这个希腊 罗马时代 因为在两约之间的话 特别是指的是 马拉基之后 马拉基的时代 已经是波斯时期 主前539年左右 一直到331年之间 这个时期 是波斯帝国 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地的时候 主前536年 我们都知道 波斯王古列 允许犹太人回归 但在旧约时代 在主前400年的时候 先知 马拉基时代就结束了 所以 马拉基时代结束的时候 刚好是在波斯帝国时期 之后在主前332年 到322年之间 有一段 是这个 波斯帝国被希腊所灭 希腊所灭 这段时间很短 主要原因 亚历三大 一个年纪轻轻的 帝王 在短时间里面 他就席卷了 欧亚非三大陆 建立的大帝国 到处新建的 希腊的商业 还有文化的中心 但他死后 经过了30多年的混战 整个的版图 本来是欧亚非三大陆 全然都是希腊的 这个帝国里面的 却遭到他底下的四名将军 来瓜分掉 其中的一个将军 叫多利买 波特尔尼 波特尔尼 这个多利买呢 就统治南方 埃及 建立多利买王朝 那多利买王朝的时间 大概是323年到198年 主前323年到198年之间 那么多利买王啊 他统治埃及 并且呢 这个巴勒斯坦 他是善待犹太人 所以这个还算是不错的王 所以我们讲了南北方王 这个南方王 好像是绵羊一样 那这个他是善待犹太人的 而主前 250年左右 多利买二世的时候 曾经啊 这个聘请了犹太学者 到了埃及的 这个亚历山大港 亚历山大市 把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原来都是西伯来文写的嘛 借着这个 他们的传扬啊 就写成了 翻译成为七十诗译本 七十是数字 是世代夫或者是学者的意思 那七十个学者 一同来翻译旧约圣经 把它翻成希腊文的圣经 叫七十诗译本 而这一卷是圣经 就是耶稣基督当时 所通用的一个圣经 所以其实是一本相当重要 虽然它不是西伯来文写的 却因为耶稣基督自己 也在使用 所以就变成非常重要 那因为多利买王朝 跟北王 就是叙利亚的西流谷王朝 常常发生战争 常常发生战争 一直到主前198年的时候 巴勒斯坦就被北方的 这个西流谷王朝 所兼并 那弟兄姊妹 我在这边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动太多个镜头 我现在是书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镜头 你们这边只能用这个 PowerPoint 那 在多利买王朝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他们是善待犹太人的 但在北方的叙利亚王朝 那就不同了 犹太人就开始遭受到很多的患难 阿迪阿克以比凡尼四世的时候 就逼迫犹太人到了极点 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 这个戴衣礼书里面所说的 那个小脚 突出的小脚的事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西流谷的 因为在他的手中 整个圣殿被毁到极处 还有这个玷污圣殿 所以有限殿节的原因就是 从他的手中重新的把圣殿夺回来 然后重新的献祭给神 那么被谁夺回来 这个叫做马加比 他其实 这祭司叫玛提亚 在主前167年 耶路撒冷西面的小村的一个老祭司 反对这个西流谷的官员 烧杀掳掠建造希腊的偶像 强迫全村的下拜那些偶像 就带领了他的五个儿子 这个都叫马加比 姓氏 与志同道和人 展开了长达百年的这个革命 叫做马加比革命 那这个革命时间很长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节庆 就是因为他复兴 整个的耶路撒冷 特别是圣殿的时候 重新献殿给神 而这个献殿节的时期 刚好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也提到献殿节的事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都要有一点概念 在主前165年的时候 那他们收回的耶路撒冷时间点 刚好是12月25日 所以称为烛光节 今天我们的圣诞节 犹太人他不是庆祝 Christmas 而是庆祝 是烛光节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 那有主前 143年的时候 这个因为马加比革命 以色列人 犹太人终于得着独立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情形 好那再过来呢 到了罗马时期 主前63年的时候 主前呢 应该是主后 主后63年了 罗马帝国的时期 这个主前 因为他讲的是庞贝将军 庞贝将军 不是那个后面的提多 提多将军是主后 主前63年的时候 庞贝将军 他攻占了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 就不再是希腊的时期 而是在罗马帝国的时期 那犹太人 死伤数万 数十万人 被并入的叙利亚省 这个时代 跟主前143年 一直到主前63年 这段期间 就是马加比革命时期 犹太人 曾经短暂的 短暂的 这个 喘息 然后自治 而这个 因着犹太人 曾经有一段 这样的时期 所以有所谓的 奋锐党人 奋锐党 就是跟 希望能够 透过政治型的工作 然后复兴整个的 犹太国 那么 到了主前63 犹太人就再次 丧失了 独立自主权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两约之间 这个犹太人 被统治的年代 在波斯帝国的时候 主前539年 波斯帝国 然后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 大概是332年 多利买王朝的时候 是南方的埃及王 是323年 到了北方的西流谷王朝的时候 在主前198年 后来马加比革命 兴起167年 然后到了这个 罗马帝国的时候 就是主前63年 一直到大西律王执政 是主前37年 那也就是说 在这整段时期里面 两约之间 有非常长的年日 整个犹太人 在国际甚至上面 都有极大的波动 他们屡次一组 那这个被整个世界的王 然后到处 这个喷杀 这个迁移 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 也常常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 好 我们在这边 讲到政治的背景里面 已经讲过了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 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 因着亚历山大大帝 在主前332年的时候 波斯帝国就被他锁灭 他在短期间里面 就席卷了欧亚非三大陆 建立了大帝国 到处建立了 以希腊文化为中心的商业 文化中心等等 当然他年纪轻轻 就死得很快 所以他的国家 跟耶路撒冷 跟犹大有关的 就是多利买王朝 和西流谷王朝 多利买王朝 就在埃及为核心 西流谷则是以叙利亚为核心 那么这个段时间 然后一直到马加比革命 好不容易犹太人自己做主 在167年到主前63年左右 这个叫马加比王朝 那么这一段时期 因为不长 然后所以很多的历史 也不太记载了 只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 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那么到了主前63年 就是70年左右 到63年这边 就罗马帝国就攻占了耶路撒冷 然后 这个形成真正的统治 那么 这段时间 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路加福音二章的时候 路加福音二章 有曾经讲过 该萨奥古斯都颁布律令 各人都要回到他的自己的老家去了 这个 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一点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来继续看 在这个宗教的生活方面 因为他们受到这个外面政治力的影响 是有受到很多影响 至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 献祭宰杀 然后庆祝很多的节日 那在新约的时候 这个人民的宗教生活 有好几层面 一起管辖 控制 比如说有工会 有大祭司 有各教派 一起控制的 他们的势力很大 你要跟 你去看那个耶稣基督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基督 那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呢 就是讲到耶稣的受难 的时候 那些打骂 那个耶稣的那些人 就是大部分就是工会的人 大祭司 祭司团队了 各教配 这个像这个 这个 我们常常听到的 那些 法利塞人 撒布该人 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的势力 政治势力 那圣殿里面的崇拜 则由大祭司 祭司等人来负责 那祭司还是要 按照大卫的时期 分成了24个班 每日轮流担任 所以在耶稣基督 的时候 不是 约翰 就是 这个实习者 约翰的父亲 就是 塞加利 他不是 就是按照班次呢 进到圣殿里面去 也就是说 这一段时期的 这个整个 新约时代的背景 还是相当 跟这个 旧约时期 还是有相当大的 一个影响 比如说 他这个里面 犹太教的影响 就相当大 关于摩西五经 还有先知书 还有这个 历史书的影响 法利塞人 撒族盖人 等等 不同教派 怎么样存在 都是在这个 两约之间才有 你看旧约里面 根本没听过 什么法利塞人 撒族盖人 这种名词 根本没有 到新约的时候 突然冒出来了 其实他就是不同 信仰派别的立场 法利塞人是 样样都要 怎么样遵守 而撒族盖人 是当时的 现代主义者 所以什么都不遵守 除了摩西五经 还是他们的 比较能够 接受的权威以外 其他的 他都一概不信的 然后那 希腊化的时期呢 就亚历山大帝 大帝 他 借着拓展 他的武力 把政治力 延伸到各地去 也把 透过这个文化的洗涤 和这个文化的侵略 然后传播 这个希腊语 就变成当时的 各地的通用语言 那么希腊文化 和希腊的哲学 希腊就跟 这个 各地的 这个宗教 生活 各方面通通 会有一些 累积和重叠 和融合的情形 包括跟基督教 包括跟这个 犹太教等等 都是一样的 这种概念 主要是跟犹太教了 那 你可以从 在新约里面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 这个希腊化的影响 是蛮大的 蛮大的 在雅典的时候 你知道雅典是 希腊的属地吗 那雅典里面 拜的偶像是多 就是 他们都是多神敬拜的 你去看那个 雅典的神像 神庙 那个 哇 这个 这个 太多了 宗斯 这个雅典娜 怎么样 有的没的 女神 全部都是 跟这个犹太教 我们就只有 单一的一位神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罗马帝国的时期 借着罗马帝国的 法律 政治 基础设施等等 调调大路通 罗马呢 就统治 这个犹大地区 那个整个的政治局势 和宗教的情况 但基本上 都在这个时期 而在这个时期的时候 你就发现 罗马帝国的公民 他的这个权力特别大 这个权力特别大 所以 我们在看 这段 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很多的 这个信息内容 包括 这个 新约时代的背景 早期基督教的发展 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它的整个的 重要的策略 还有它的这个传播 是怎么开始的 我们都来 好好的演读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降生 教导死亡复活 及升天 这个是新约时代 那我们从 整个宗教变革时期 其实从以色拉时期 就开始了 主前 大概四百年左右 那旧约的圣经经卷 逐一完成 叫犹太人 有圣言正典 作为这个 他们信仰的权柄 内容 是以色拉时期 算是 算是极大成的一个人 那么后过来呢 就是大工会 San Hadrian 这个就是工会 这个形成这个政治势力 法律的这个民事诉讼各方面 判决的一个地方 像旧约的时候 那个你做主掌权的叫judge 就是士师 那新约时代的时期 两人之间就用工会的势力 那耶路撒的议会呢 是主要是72位 这个议员组成 包括这个议员里面呢 有24位是祭祀的代表 代表圣殿这方面的利益 或者是意见 长老部分呢 代表人民 有24位 那文士呢 代表这个律法 还有这个学术界 这也是24位 那大祭司 作为议长 那再来 其中就有这个 法利塞人 萨都该人 那么这些 是由罗马人 是在政治势力这方面 由他们来制定 拟定的这个重要的人选 那么他们呢 就可以负责管理 这个除了审判死刑这件事 一定要由罗马的 这个官员来去处理外 其余的 这个宗教法律 政治税收 民事刑事 司法方面 他们这些人都可以自行管辖 这有一点像自制 所以他们才要 一直不断地怂恿 那个 这个 罗马的 巡抚 这个 叫他要杀掉的 耶稣的原因 定他十字下 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 如果他们能 他们早就杀他了 就是因为他们 在法律上面 没有这个权限 好 那这个 当时耶稣基督的时期 他们 宗教这方面的话 连结 还有聚集 都是以这个会堂为核心 Synagogue的意思就是 Syn 就是合一的意思 集会 聚集在一起 那么聚集在一起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有 这个 这个亚伦的后裔 做祭司 来做敬拜 赞美 这个等等的工作 那 祭司的一些工作 但是后来啊 到了这个以希拉以后 以希结以后 这个都已经被掳了 哪来的这个圣殿啊 也就是圣殿那个 敬拜 我们也知道 也不可以啊 除了耶路撒冷以外 也不可以啊 自立敬拜中心 所以 后面呢 就形成了会堂的制度 就不再以祭祀的 这个整个的流程为核心 而是以怎么样 研读律法 教育 宗教 信仰 使信徒们啊 能够聚集起来 彼此劝慰 彼此敬拜 然后形成当时的这个圣经学院一样 到处各自的灵力 在宗教上面 在教育上面 都形成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在这个两约之间形成的Pharicists啊 就是法利赛人 Satutists啊 就是萨都盖人 Satutists啊 文士 文士 法利赛人 就是学者啦 Herodian 就是西律党人 是搞政治的 还有什么Essinus 就是爱西尼教派 这个教派没有写在圣经 却在这个找到 那个叫什么 死海谷卷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中心 证实了他们的存在 就是这样 离群 所知啊 就是跟新约时代的这个修道院主义是很像的 那还有呢 就是奋锐党人 希望重新建立 从政治型的来带进神的国度 好 那耶稣基督的将士 在历史的演变之间 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两约之间 所有的这个事情的预备 都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 时候满足的时候 神的爱子就降临在人间了 在加拉人书四章 在这边啊 我们用三方面来讲述 第一方面啊 政治方面的预备啊 就是积极方面 两约之间的政治变动相当大 而且当罗马帝国啊 成为当时的这个真实 控制所有政治体系的大国之后 他的军事 政治的组织 其实非常成功 到处都有他们的罗马的兵丁 到处呢 以这个保护人民安全 生活维持治安 开辟通道 交通这个无阻啊 当时的这个治安算是相当优良的 所以称为啊 罗马太平时期 Practorama 好 那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社会环境下面啊 福音的传播就非常的快速 况且呢 罗马帝国的这个法律啊 举世文明啊 给这个人民啊 有多方面的保障 也特许啊 犹太人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 这是正面的 但是这一段时间 也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因为罗马人啊 都是用残酷的手段来压 压榨人 对待人 奴隶的盛行 有很多时候人都不像人 是货物一样的被买卖 政治上呢 多年的内战相争 人心不安 道德水平也低落 这个放纵肉体的情欲 人的生命的价值 变得非常的低 那么经济上面呢 这个重税 这个贫穷啊 永无止境的这种争斗 就要让人啊 身心都这个疲惫不堪 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好 那所以罗马公民 就相对的就是好很多嘛 那我们再来看 到文化方面 他是怎么预备耶稣基督的大领呢 积极方面呢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Koine Koine就是希腊化 土化了 成为通用的语言 因为大家都得讲 就是官方话 官方的语言 就变成语言方面会比较容易一致 你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 也就容易怎么样被传讲出去了 那消极方面呢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 和文明当中 是根本找不到真理的 这希腊哲学呢 很重视这个理性的辩论 另外呢 也有两极化的一些哲学观念 有些享乐主义 有些境遇主义 这个是哲理啊 多是这个空虚缥缈的 那忽略真正人心灵的这个需要 所以他找不到真理 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那所以一般的贫苦大众 是根本不知道人活着要干嘛 那你如果是奴隶的出生 就干脆死了还比较好 早此早早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宗教方面的预备 积极方面 犹太人经过各样的患难 但他们还是持守一神的信仰嘛 对不对 各地都已经有很多的会堂了 所以这个基本的宗教的教育 这个已经有一个基础 人心都是可目 主的再来 应该讲 这个不叫再来了 早日来临 就叫弥赛亚 你来吧 你来吧 要来带领我们 带他们能够粉碎罗马的挟制 建立自己神的国度 这个是积极方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奔瑞昂人就是这样的想法 在消极方面 这个宗教当中 人还是没办法找到真理和生命 很多的宗教圣行 崇拜都叫卫士之神 都不知道他在拜什么 希腊罗马的诸神 要么死的 要么会回回的 根本就不是真神 犹太人之间的宗教信仰 也在流于形式 外面的仪式 没有生命的实际 也失去了活力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宗教 可以解决真实的人生问题 总的来说 积极的迎面 罗马帝国 它的题确确预备了 传福音的平安大道 有共同语言 又有犹太教的预备人心 在最黑暗的时候 也是最光明的前奏 因为那公义的日头就要出现 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真光 他乃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我们了解 关于这段时间 早期基督教传扬的背景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来看 因为圣灵的降临 使徒们的传教 教会就普遍被建立 那么使徒们 门徒们传道的活动 不仅仅向犹太人传 也向外邦人传 那么教会的组织 就各方面的 就快速的累积信仰的 越来越扎根 所以教会的领袖 信条就逐渐的被建立起来 不是一个朦朦朦朦朦的一个信仰 而是很精确的 有正典为依据的宗教信仰 这是早期的基督教 那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这段时间 因为跟新约正典形成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这个基督徒 历史历代以来基督徒 都认定 圣经的正典 乃是神的话语 是最高的权威 是信仰和生活的准则 好像一个量行一样 度量 正典就是标准 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一切真理的准则 那当然正典到底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首先对这个要有一点概念 齐约正典的形成 有分成好几区 首先主自己根本没有他写 自己亲自写的著作 所有的这个信息 他所传递的都叫做福音 所以关于他的言行举止 言行录被称为福音书 那四福音的形成 就是早期的门徒 从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当中 口中听见关于耶稣的言行 然后逐渐的 这个觉得应该要把他记录下来 免得记不住 对不对 这个都是实际的情况 那么因着这样子 今天的话 老师直接讲到五点 因为好多 好几个礼拜 这个一两个礼拜 都没有好好的跟你上课了 所以我今天多讲一点 那待会我五点以后有事 我先停下来 那你们有空 你们再分享 那这段时期 这个使徒 他们就因为 这个使徒们一一的凋零 老兵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大家去世之后 如果没有使徒 这些已经亲自跟耶稣基督 这个亲自同在同行的这些人 来验证的书 他们没办法去标准 取得标准 不能用道德的讲说 学术的讲说 然后就承认他的权威 要用这个真实跟着 跟过耶稣基督的这些使徒 来认定的权威 才有用 才能被认可为神的话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 基督教的发展实在是非常迅速 各地教会的心情 那你要怎么样 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 把主耶稣自己 所传讲的言行 交给他们呢 你如果没写下来也不可能啊 也没有那么多人那么聪明啊 对不对 没办法 所以啊 这个要有记载的必要 那么再来呢 就讲到 在教会的时候啊 他一直不断地受到逼迫 主耶稣啊 这些记录啊 就显为更加的宝贵 也可能因为受到逼迫 你没有办法读啊 所以有可能失传 所以要把它赶快纯寄起来 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一件事 好 那还有啊 比较消极的就是讲到 当时这个很多的异端 讲 邪说 讲话 都是啊 自己爱讲什么 就讲什么的 这个混淆视听 所以要辨别 主是神 是完全的神 又完整的人 这个神人恶性的 这个著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福音书的写程 是针对当时的需要 而成就的 好 使徒行传 这个异端是这样很容易的 哎呀 如果 神 是神的 他就不应该是人 那既然是神 他就应该只有神性 没有人性 听到吗 这个叫异端的讲法 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想象 然后呢 混淆了 真实的真理 所以 必须要有这样的著作 来抵挡 这些的说法 好 那 使徒行传 是一卷 记载当时教会发展的情形 也提供了信徒 明白当时 对福音书 和书信的重要的记载 历史记录 那 至于保罗的书信 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稍微也要能够理解一下 那通过这些背景的知识的了解 那我们就更容易的了解了 新约中的这些故事 教导 历史事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来研究保罗书信 来奠定我们将来的基础 那保罗书信呢 是为了针对 当时某些教会啊 特别的需要所审写成的 起初啊 这些书信啊 只是一卷一卷的 写给一个地区 或一个教会 或者一个人的 后来呢 教会啊 就把这些书信啊 很难得 很珍贵 就不断的转展的 操录下来 互相传阅 阅读 因为保罗也跟他讲 你们要把我的书卷啊 给别的教会来看嘛 当这个史书保罗的书 著作出现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被记录在经典当中了 这个是这彼得后书三章的时候 就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啊 曲解保罗的书信 好像曲解圣经里面的话一样的 经上的话一样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 亲自的指明 他的教训不是出于他自己 乃是出于神的末世的 在格林多前书 贴赛林家前书 通通都这样讲 所以保罗的书信 带着神权威的话语 在加泰书 林前贴前通通都有说 那保罗呢 在提摩泰前书五章 又引用了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所以他说经上记者说 证实保罗使徒 使徒们的著作 权威是跟旧约的权威是相等的 懂吗 因为是直接传讲耶稣基督 那再过来讲到 一般的普通书信 就是非保罗所写的 就是当时针对各种 特别的需求而书写而成的 是关于教会方面 有关于他的信仰 他的生活等等 除了希伯来书 真的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以外 其他的通通出自 这个不同的使徒 那希伯来书很独特 有人说啊 这个只有保罗有这个水平可以写 但是你看这个保罗的 从罗马书到菲利门书的结构 非常非常一致 希伯来书非常不太一致 所以希伯来书只能 只能说他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书卷 而且从这个古时啊 就已经承认他的这个圣卷的 这个圣 正典的这个权威了 虽然他没写谁写的 不过可以感觉到 在当时的人都知道 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是谁 那我们不知道 是因为过了那个时间 比如说老师现在跟你们讲了那么多 当时的时候你就知道 这个人就是老师嘛 林老师 过了一百年以后 没人知道我是谁了 那你们当时的你们 就是我们现在的你们 都知道我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 话还有这个传讲的教训都留下来了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特意的去讲 这是谁说的 你们的时候 现在的你们都知道是我说的 但是以后的人就不一定知道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再来看新约 最后的一个主要的核心 就是启示录 关于这个启示的部分 因为启示录是约翰写的 他的著述啊 明确的讲是神所启示的 在当时教会啊 大洲患难 大招逼迫之下 然后写成书 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内容的重要性 急迫性 在当时的社会教会当中 是备受欢迎的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他的真道 他的真道 如同啊 比如说 彼基督的出现 苦难 千禧年等等 都是后来的真理 但是啊 却是透过圣灵的教导 显示启示出来 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也预言过 圣灵会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 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二十五节 他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经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们了 但保卉师就是我 父因着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 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这真理的圣灵啊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将他自己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而且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啊 这个圣灵啊 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告诉你们 也是我要给他们的 给圣灵所讲出来的 那凡夫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 讲到 启示录这方面的内容是怎么来的 是神所告诉 在圣灵的启示之下 那至于新约正典的权威 是对于神话语的认识 是根据基督徒信仰的 这个基础啊 正典呢是基础 是每一个敬前的信徒所认知的 初代教会啊 对正典的观念啊 是根据三个重要的观念而成 第一个 他们都是相信 独一的神 存在 独一的真神 神只有一位 第二个呢 就是这位神 是自营的神 但是他却是 有启示的 这个 特殊启示 神启示了他自己的本性本质 透过他跟人的说话 或透过圣灵向人 启示 说明 关于他的心意 第三点呢 神也将这个权柄委托给 这些像使徒 Dedigate 就是代表的权柄 那 这些神的仆人 就把神的话语 公公的 静静的记载下来 所以里面有 Incarent 就是内运的力量 就是表示 这个里面的内容的价值 具有统一性 被公认 大家都说接受了 教徒正典 所以有点意思啊 那 新约时候呢 新约时期啊 使徒有什么 耶稣的授权 是耶稣的代表 所以这些使徒啊 是被委派 这个整个权柄啊 所以新约之正典啊 加上到圣灵的内住 Holy Spirit Growling Spirit 就借着这样的力量啊 就证明他本身的价值 和统一性 由教会呢 认出啊 这是出于神的话语 然后公认 承认之的啊 这个就正典的 这个来临啊 那 这个关于 整个新约的排 排序啊 我们之后啊 会来讲 今天 因为已经到四点 五十了啊 那我们的话 这一部分啊 我们不讲多 大概啊 就是给弟兄姊妹 有一点概念 关于啊 整个新约啊 分成几个大块啊 就是历史性的书像福音书啊 四福音跟啊 这个使徒行传 这个我们都常常讲啊 那教义型的书啊 讲道理的啊 就是讲到啊 这个保罗的书信啊 十三卷包括啊 罗马书 零前零后 加佛飞系 贴前贴后书 这几卷呢 叫 这九卷啊 是保罗啊 写信给 这教会的书信 所以这个叫教会书信 是基督徒信仰的 基要真理 还有这个伦理的实践 应该怎么生活行动 应该要怎么样 包括教会的生活 只是信徒的这个内容 那后面呢 提前提后多门来亚的 提前提后多 这四卷啊 是个别的书信 这个写信给 分别是提摩泰 提多 还有这个弗利门 这三个人 那这四卷呢 作为啊 教导教墓 劝勉同工的使用 因为收信人 基本上都是带领教会的 墓者 所以呢 这个内容啊 是有关于教会的管理 还有信条 好 后面的话 还有八卷书信 比如说 有 西伯来书 这个 雅各书 比前比后 约翰一书 二书 三书 犹大 这样子就有八卷书 启示录啊 是预言的书啊 是我们独特的一份啊 当然你也可以讲 启示录也是书卷啊 那 但这个八卷的话 叫普通的书信 是关于基督徒的信仰 教会的生活 实际的教导和教义 伦理等等的一些规范 教导 好 那 预言书就是启示录啊 这目的就是讲论 当前还有未来之事 是信仰的终结啊 所以 在新旧两约啊 旧约我们说啊 有39卷 新约有27卷 3927嘛 那么另外呢 摩西五经历史书 是五卷和十二卷 然后诗歌题材五卷 然后先知书是五卷大先知 十二卷小先知 五十二五十二就形成了 十七卷的这个历史性的书 加上十七卷的教义性的书 同样的 这个新约的编排 以量数为主的话 就是字符音加上历史书 这五卷 这个是 就是四加一的概念 加上那个 二十一卷的书性类的书 当然都很小 不像这个历史书 这个史书形状很大 然后这个内容很多 那个 尼菲利门书 一张也是其中一卷啊 所以以量数而言的话 这个书性加上启示录 就跟这个 字符音加上这个 史书形状的量 就差不多就很接近了 那作者呢 这个摩西五经 我们知道是摩西作的 那历史书大概有九位 主要的作者 那么诗篇的话就很多了 十几位 十四位左右 先知书 因为有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埃歌 这两卷是统一位写的 所以总共十七卷有十六位作者 那么 世福音有四个不同的使徒或门徒 那么加上历史书有一卷 是路加索的 所写的 书信有二十一卷 但是他大概是五到六个人 但是不包括重叠的人 重叠比如说 你保罗和提摩泰 提摩泰不一定要重算 就是一个代表 那再来就是启示录是约翰所写的 总共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把它加起来 大概 就约大概四十人写 新约呢 大概十一二位写 十一二位写 那我们大概 基本上 旧约历经的这个 前后大概四千年左右 新约大概历经一百年左右 旧约大概前后三十几位 新约大概也接近十位左右 那么旧约讲到 旧约是基督的预表与图画 预备救主的来临 新约呢 则是救主已经来了 然后并且预备救主再临 这个是在书信里面 所以有很多看起来是有重叠的 比如说约翰福音 一书二书三书都是约翰写的 所以不能全都变不同的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摘要性的来讲 那福音书 历史书 书信和启示录 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福音书强调的是 教会的创建者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单一的人 强调信仰的对象 那教会呢 他则是借着这个 这个跟随这位基督 然后开始有一个初心 那么历史书呢 则是讲到教会的创建 不是教会的创立者 他是讲一群人 不是一个人基督耶稣 那他是讲到信仰的模样 模板 那讲到教会的进展和扩展 讲到书信的时候 讲到教会的生活 那么是一群人 他要怎么样相处 他要怎么样生活 他有什么样基本的信仰 那么教会的管理 信条要怎么样来遵守 讲到启示录 讲到教会的结局 讲到一群人的结局如何 信仰的终结是什么 那么教会要怎么样 成为得胜的教会 那这样的话 我想今天已经把一个 新约的整个的背景 跟弟兄姊们 有清楚明白的讲说了 那我们明天会再介入 这个其中的更多的信息中 今天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了 那金牧师 时间先交给你们 听得到老师的建议吗 喂 老师 听得到 老师 是赵子妹 赵子妹你们就先吧 好的 今天老师辛苦了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 新约的历史背景 然后保罗书信的结构 保罗书信所写的一些内容 就给我们一个 一个概括 概况给我们 让我们就是能够整体的了解 新约和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衔接 还有经末期 神所做的功 就是看见神的大能 就是神用使徒保罗 写了这么重要的内容 重要的书信 给我们 让我们现在可以依循 依照去对主的话 然后知道圣灵是怎样的工作 然后知道神的心意 知道神给我们的 就是作为基督徒 新的标准和规划 然后我们照着去去行 所以说保罗书信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在圣经里面 占了这么大的篇幅 整个有13封书信 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 在就是在新约的时候 新约和旧约之间 就静默期的时候 神的神的工作 历史上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老师以前 以前给我们曾经讲过的 到金融历史上 然后那个教会发展史 这今天老师讲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丰富 让我们就是 就是可以 真的是学不完 要认真的去学 认真的跟着 跟老师去学 学习 就不只是学习 真实性的 然后让我们知道 在生活当中 怎样践行出来神 神的话 也让我们成为那个荣耀神 那个承接神的那个器皿 让我们也能够 发火的学习 然后能够帮助到 那些把神的话语传出去 让那些更多的人 得造就 得帮助 这是老师对我们的一个栽培 那也是给我们的 让我们的 每个人的使命 还有就是在 就是保罗的一个 写信书信的一个结构 老师也给我们讲了 就是他的写 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就是开始介绍自己啊 祝福啊 写信给谁啊 谁写信呢 然后写信中间的 那个神的话语的教导 所以说 期待了我们老师 给我们接下来一起学习 让我们好好的进入 好好的学习掌握 感谢主 谢谢老师非常的辛苦 也谢谢弟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 手拉手 接命接 一起彼此鼓励 一起学习神的话 进入神的话 让我们生命 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熟 让我们成为那个 神所使用的 那个宝贵的器皿吧 感谢主 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看看那个 新宇 新宇姐妹 你方不方便 小姐妹 我现在在上班的路上 比较吵 不是很方便 哦 好 好 好 你再点一位 啊 孝霞姐 你方便吗 有些走 方便方便 就是不太会分享呢 就是很怜悯 老师今天讲了实在是很多很多 但是我感觉到可以讲 老师讲了新语 讲了旧语 将来旧语 上给摩西书里的语 信约是严肃 用自己的学 我们立了约 讲了很多 讲了要有太人 怎样传福音 我一听到这样 我就感觉到自己亏钱 我信了多少年 我有几个自己问自己 有几个人待到神的面前 我前几天因为我隔年都要去检查 我隔壁这个传位的人 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他妈妈是写信那个玛利亚的 他说信基督教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本来像我叫我教会的人 过来向他传福音 他后来也不接受 求生也怜悯 我感觉到我教会的有好几个姐妹 传福音家里的人 亲爱的朋友 带到这里这么多 好像有太人 传福音一样 传这么多 但是我感觉到自己 实在亏钱 好像昨天我教会里 讲到马太福音 那个武藏四道六节 那个人说 讲我那叫西蒙 这个船 划到那里深处 真的我们把神的话语 真的要藏在深处 我感觉到自己实在是很强迫 普通话又不讲 是不是这样讲 很强迫 有没有到了深处 真的有时候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己实在是亏钱 现在这么多年 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许多的很不明白 不懂 没有像你赵子妹这样 讲得清楚 好像信誉一样 现在时间这么短 在神的话语 很多很明白 讲得一二三 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很亏钱 讲不出来 就是怜悯 带领 是我能够 像昨天 神道普通讲的 我的生命要进到深处 好像杨树教那个西门 把床划到深处 深处能够掉到这么多鱼 我感觉到自己很亏钱 求生怜悯 帮助 带领我 是我多多跟着老师学 学一句 能够记住一句 是我在生活上 能够用上去 求生怜悯 我看下谁在上面 起程也走了 那张冰吧 张冰 因为怎么说 那个老师讲的 对于我来说 讲了一个大概 因为我 讲了一个大概 我还不清楚 因为我这一只 还没看到 看书 还没看到这里来 感觉它是一个大概 我还有待遇 在自己认真的看一片 因为他讲的这些 只能说 在我脑子里面过了一下 过了一下 但是不明白 其中好多意思 所以说 因为我还没看到 看书还没看到这里来 是这样 因为我嘛 今年才开始看圣经嘛 圣经呢 我看圣经呢 可能有点急功近利吧 我看书比较 看 看的比较 我个人认为嘛 可能看的比较 那个仔细 做笔记嘛 从事每天看书 看的 看的进度太慢 还没看到那个 刚好才把那个 约翰福音 那个路加福音 才看一半多嘛 以及其他的任务 这些嘛 每天把 把小组 读经的任务完成嘛 完成就要 就前前后 都是基本上一天时间 因为我看 看的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后面 后面保罗的书信 这三个书信嘛 我还没看 他给我讲了个大开 后面嘛 再认真听他讲一下 再结合 边听边看书吧 再认真的理会一下 行吗 别啊 你叫个人吧 其实呢 张弟兄就这样很好啊 老师边讲边看 这样就能更多的理解 金牧师 把时间交给金牧师吧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金牧师 老师一讲的时候 我就想讲那个 新的手机 也许有个电 摸不着 因为他那个 见零件也不一样 然后我看到 非常感谢 赵姊妹 你刚好就赶紧接着了 我也刚刚找到了 那个张币想分享的时候 我就想说 是的 张币弟兄 你已经很棒了 因为老师今天讲的 都是一个框架 是一个历史背景 然后概论 对你来说 会有一点困难 那我今天感觉到 小小还是能够有一点 挺明白的 不管怎么样 他的那个 进组的时间长 大概会明白 老师讲什么 一定能讲出 一两个点来 非常感谢 我们每天也不需要 那更多的人 分享 因为早上 弟兄 姐妹都要上班的 早上 弟兄 姐妹都要有上班 那我们来祷告 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后我们感谢 扎美你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主要让明天 弟兄 姐妹早点 起来 让我们能 势力在 主的面前 虽然是在平台上 但是主 你无处不在 你依然在 享受 你恩典们 对你的敬拜 主 我们也要 在网络上 敬拜 主 让我们每个 弟兄姊妹 有敬畏的心 渴慕的心 主 你自己亲自来做 唯有敬畏和渴慕 才能够 主啊 门神 约纳 主啊 求你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 都明天 提早起来 在你面前 敬拜 阿爸父 把今天的 开始 这个学习 把信念的概论 宽加 向你先生 感恩和诈美 无论是 讲到时间 历史的背景 主啊 都让我们 有一个概念 主 你来做工 主啊 也愿你明天 让老师 讲到哪里 主啊 这个 屏幕 也放到哪里 主 你来做工 我要向你感谢 我也向你诈美 以至于 让弟兄姊妹 更好 更清楚 亲爱的主 我也要向你感谢 向你诈美 把这种弟兄姊妹 今天的工作 交在你的手中 无论是 主啊 已经下平台了 上那个工作的岗位了 还是主啊 在平台上 还是在路上呢 都求你与他们同在 主 祝福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是你把他们 从周一到周六 一直放在社会上 为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的福音 都要走出去 主啊 让他们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主啊 蒙你的祝福 也能传扬你的使命 爸爸父 让我们能活着 就是为基督而活 活着就是要有使命感 无论是在哪里 都可以传福音 主我们也求你 尽量我们笑笑 无论在哪里 也愿意传福音 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 得失不得失 总是要去传福音 让神知道 有为耶稣 可以带他们到天堂 有为耶稣 可以保护他们 主啊 一切的 主啊 出入的平安 生命的来源 阿爸父 我们就向你感谢 和赞美 谢谢你 把第一天的学习 主啊 这样的向你感谢 和赞美 祝福老师 为我们老师的工作 主啊 他在那个电视台 向你感谢和赞美 你老妈妈 向你仰望与交托 为她的家庭婚姻 主啊 所有的老师手中的工 主啊 都求你来保守 与看顾 祝福 也要话 祝福忙忙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耶稣的爱 谢谢耶稣的恩典 感恩祷告 交托 祈求奉 耶稣基督的名乘 阿曼 阿曼 我们被读到晚了 我们在 找你 就 这是 我 我 请 我家的患者只在你身上 不在乎你身上 我们儿子用最爱的饮食 天日四个门 我们儿子在你身上 每人在这 这次就不在乎你身上 天日五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